大國嗎 謝謝 冬秋節快樂 謝謝 謝謝 這是樂筆 謝謝 希望我們有那個團圈的感覺 這個是我們自家制 完全無毒的 沒有人工添加 是很不會胖的 給你們摸個紀念了吧 謝謝 然後等一下唱歌的時候拿著唱 因為很快唱 然後 沒有 很有誠意 太可愛了 不過坦白說 我覺得我看你們本人 那邊那個兄弟還找 不像 真的不像 真的不像 剃神 他們是剃神 假的 弄不出來 我本來是剃神 而且你知道我們這樣 我們到底誰是誰啊 差一點點 趕快 千里姐 你給你分析一下 真的 這個一定是你吧 對不對 不是 還不然是演戲 對啊 所以太兇了 那邊怎樣 分手心 沒有 因為我們這一個專輯 攝影師叫小少哥 然後他拍過很多 像是很多大盤的藝人 然後他就有拍攝出自己的味道 一種態度 然後他就教我們 教我們擺出一些比較嚴肅 比較豐富的一些動作 所以就覺得說還滿有趣 跟我們本身的個性 還滿大的反差 對 因為我們其實心裡是很愛笑 然後也很愛玩 很愛叫 因為我剛剛看到那個相片 我想說那個什麼宣傳 跟我說這兩個二十歲 我想說是嗎 至少有二十八了吧 二十八 小懶 那本人真的就覺得二十歲的男孩 很可愛 而且我發現你們很厲害 你一張宣傳到都不一樣 對 造型都不一樣 但是也跟你們不像 而且這一張是在恐怖拍的 真的嗎 恐怖拍的 對 我覺得這裡有些帳範 現在有一點像那些和睿的感覺 其實我 其實我是滿明星的 對 就 張向滿多人 對 很多人都有講 只有留住你會當韓國人的意思 也會 對 而且他單一年 單一年男人長得帥 謝謝 可是我覺得單一年男生 最近這幾個之中 就只有歡迎他 對啊 沒關係 幾年過後 我會老又流行那個商人 對 好 到時候就把他撕一下 我再把他撕一下 或者是我體驗一下就好 每個男人平在流行的時候 我再把他撕一下 可以 對 好啦 有機會 以後你都會有什麼姿態 然後自己在小巨蛋 順馬水場 這樣好不好 好 好 希望 這是我們先來的目標 我們生活五年之內就可以 好 好 好 大家加油一下 好 那公民團隊 介紹這張推薦其餐專輯 有沒有什麼樣的作品 你們 就是比較印象是 做愛情結論 很值得推薦給他們的朋友 其實我覺得 可以推薦《十九之下》 為什麼 《十九之下》這首歌呢 是講述這個 面對成長 然後告別青春 那我覺得說 很多的年輕朋友們 可能也是會在擔心說 我明天的愛情 我明天的工作 我明天的運勢是怎麼樣 然後走走的心情 所以坎克不安 其實在《十九之下》 就有唱出來 對 所以就可以推薦大家 聽一下這首歌 OK 那我問他 因為這種女生 我比較建議年級 所以男生也會 然後就收拾舊 怕約到二十歲 會 二十之後會 真的嗎 我覺得二十之後 好像四年過得特別快 有沒有 他都覺得自己老了 真的假的 你敢說你的 你聽 你聽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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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二十歲之後 好像覺得 那個青春 那種 偏常犯錯的東西 好像就不屬於自己的 真的 我懷念 就是 真的 像我哥已經開始 懷念二十年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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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沒想到 沒想到 對啊 二十一了 謝謝 我們下個禮拜 播你我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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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多講一點 哈哈 多說一點 方法 我喜歡聽 沒有 所以要來這段十九之下 給大家聽 好 那這首歌曲啊 十九之下 現場很多 不好意思 當場失掉一下 現場很多朋友 應該有很多人 在那邊打二十歲 對不對 所以這首歌曲啊 會面對那個 初戀啊 或者是要跨越到二十歲 那個年紀的時候 很多生活上 和愛情上面的一些 困擾 或是迷思 或者是迷思 想要前進的那個方向 對 對 那我等一下一起好好的存在一下 好 好 繼續來歡迎 東英哥 十九之下 對 初大哥